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博恩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是 其实昆虫也是自然界的武林高手 没错 来考考你对昆虫的了解吧 没问题 放我吗 过来 好 那它的动作快如闪电 还有一对镰刀手 简单 螳螂 好 那它会轻功水上飘 还会在水面划来划去的 这我也知道 随敏 不错 这一题比较难一点 它大概只有铜板大小 但是却金钟罩铁布衫 坚硬的外壳 连蜥蜴跟鸟都没办法咬伤它 这是 等一下 我看一下小超 等一下 好 我直接跟你说好了 它是大猿般球背象笔虫 像一颗蓝宝石 是蓝宇最梦幻的昆虫 我已经迫不及待 要看这个梦幻的主角了 为世界 有小生物的视野 看大世界 这边有虫 我们来抓个看橡皮虫 好啊 好啊 好 找到了 嗨 瞧我小巧玲珑的身体 背部蓝绿色的圆点点 看起来是不是像一颗 美丽耀眼的蓝宝石呢 我可是昆虫界赫赫有名的 超级女汉子 大猿般球背象皮虫 我住在台湾东南方 外海的蓝宇 这火山岛有着原始的热带雨林 与古老的原住民达雾族文化 更值得一提的 这里也是生态丰富的天堂 而我们是最特别的啦 目前在蓝宇的 球背橡皮虫家族共有五种 每种班纹都不一样 除了我们大圆班 还有小圆班 白点 条纹 与断纹 大家各自喜欢的食草也都不同 所以彼此能够和睦相处 一起生活着 咦 等等 这好像不是我们球背橡皮虫家族 它长得好像断纹球背 不过它能飞 我们不能飞 大家千万别高混咯 一直以来 我和同伴们都生活在火桶树上 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没想到有一天当我醒来 我心爱的火桶树竟然不见了 同伴们更是不知去向 只看到庞大的怪物 还有大片的碎石块 吓得我赶紧逃跑 为了寻找新的火桶树 还有与同伴团圆 我决定展开冒险之旅 只是眼前有重重难关 不会飞的我 该怎么通过这一大片热带零呢 嘿嘿 别担心 我可是天生的跑酷高手喔 我六只脚的末端 有像钩子一样的利爪 让我可以附着于任何地方 现在来秀一下 我高超的攀爬能力吧 预备 起 穿越像钢索一样的枝条 Easy easy 攀上高耸陡峭的眼笔 up up 就连强风也吹不走火 hold down hold down 除了克服各种丛林障碍 一路上我还要留意天体的突袭 不过老天眷顾我 给我强大的防御武器呢 一枚头满大的我 原本很容易成为猎物 但是为了对抗天敌 祖先们历经漫长的演化后 放弃了飞行能力 愈合且坚硬的翅膀 和肚子紧紧相连 形成一层硬棒棒的保护壳 很难咬破 这就是我家传的硬功夫 金钟照啦 来 再靠近一点点 我身上的迷彩妆 是由一个个细小 具有金属光泽的鳞片组成的 它有个警告的作用喔 告诉那些掠食者 我并不好吃 请不要靠近我 有了这两样家传法宝 我就能安心跑跑跑了 你看 就连攀木蜥蜴都知道我的厉害 不敢轻举妄动呢 咦 这只年轻的攀木蜥蜴 倒是没见识过我的厉害 一直对我紧追不舍 想找机会攻击我 看我使出几个妙招对付它 首先 我会先跟它玩捉迷藏 让天地找不到 如果它还是紧追不舍 甚至发动攻击的话 那我就三十六计走为相册啦 我跳 瞧 我这自由落体的功夫 很厉害吧 没想到它还是不肯放弃 看来我是逃不掉了 我决定鼓起勇气 与它正面对决 让它唱唱我大绝招 金钟照的厉害 哈哈 吃到苦头了吧 我超级女汉子的称呼 可不是盖的吧 擊退了天地后 我走了好久好久 终于在丛林的深处 发现几棵高大的活桶树 我想念的同伴们 会不会在上面等我呢 经过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团圆了 同伴告诉我 梳的另一头 还有其他和我一样 因为棋地被破坏 而落难的同伴们 原来这里 是我们仅存的幸福乐园 真希望能够一直这样 幸福地生活下去 好 浩文 有 你知道哪一种哺乳类动物 会飞吗 飞的哺乳类 飞鼠 主持台湾特有种这么多集 这种问题小case 不是不对耶 飞鼠是滑翔 真的会飞的是蝙蝠 蝙蝠 对啦 蝙蝠 它们还可以成群 飞出来觅食 但是身为这么独特的动物 在台湾却没有多少人关心它们 大家一定觉得看到它们 就是怀孕要来了吧 避之都唯恐不及 不过现在有一个才17岁的蝙蝠之工 很特别 他想要为蝙蝠做点事 替它们造价 而且我还听说它是个蚂蚁控 这么特别 真想看它怎么跟这两种动物相处的 小行动 大力量 每人每天只有24小时 我愿意全部画在蚂蚁跟蝙蝠上 你愿意吗 我是范振兴 我今年17岁 目前就读稻荷实验高中的三年级 我非常热爱昆虫 梦想是能让大家都对野生动物友善 我现在在观察蚂蚁 可以看到蚂蚁在草里面 就会用触角互相拍打一次 那这样就是在沟通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蚂蚁它们其实会把垃圾集中 所以其实蚂蚁是一个很聪明的动物 如果是不认识蚂蚁不喜欢蚂蚁 听到我有养蚂蚁这件事情 它们就会 你怎么会养蚂蚁这样 然后就是蚂蚁不是到处都有嘛 而且这么恶心就是要养 我以前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蚂蚁 因为它都会去攻击我喜欢看的动物 对 甚至是有一次 因为我们家其实有养一些宠物鸡 下面的蚂蚁就冲上来就是攻击它们 结果最后那三只小鸡只有幸存一只 对 那件事让我有点难过 养蚂蚁它除了像我们想象中要 它会吃糖之外 它其实也会要摄取一些蛋白质 主要就是透过面包虫或者是蟑螂 只是面包虫实在不好繁殖 喂完之后就没了 我其实也是很怕蟑螂的 我不敢用手嘛 所以其实都是会隔着镊子这样抓 所以其实就没那么恐怖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它在楼下养蟑螂 它说那是蚂蚁的食物 那我就跟它约把三张 就是只要它不要让它跑出来 我就让它养 后来是因为我当了蝙蝠保姆之后 特色那边的收益是这样的 其实对蝙蝠最好的食物是比较干净的蟑螂 它是黑糖 那黑糖它其实它的物种名称是双毛斧 它其实是隔了 从日记时代开始隔了五十年之后 才在新竹唯一发现的一大群群集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也很珍贵 值得珍惜的一件事 以前我们是住在乡下的 所以常常会捡到 在夏天的时候 会捡到一些掉下来的宰蝠 因为蝙蝠实在是比较特殊的动物 那就是不多兽医院会接受它们 所以才有这个机会 能够当蝙蝠保姆 养蝙蝠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劳心劳力的工作 所以包括像是幼蝠 它的鼻子跟嘴巴其实是很靠近的 用滴管去瞄准那个嘴巴 然后不能滴到鼻子 那这件事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我说我真的很累了 我只跟他讲说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喂一下蝙蝠 从喂食到练飞 渐渐这些全部它都一手包办 我也没有想到说 它会投注比我更多的热情 有些蝙蝠就是直接跟我们住得很近 在开发的时候 当然就很少人会去注意 或甚至去就是想要保留它们 其地的问题 是它们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 不管是蚂蚁或蝙蝠 它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未知的地方 不管是行为 或者是一些它们的状况 所以以后想要去练相关科技 从更专业的方面去更了解它们 我想要造什么帮妈一盖它们 这么漂亮的家 这么漂亮的 你们可能没安排 那这样子 普通的就好 普通的就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让苗栗来的回苗栗了吗 对啊 才其实在相处大家一天的时间 我都觉得有点捨不得 好可爱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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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位小朋友呢 养了两种非常特别的生物 算是跟人类又亲近却又遥远 真的 其实蚂蚁跟蝙蝠 完全就是生活在我们周遭 可是大部分的人 对它们都不太了解 你看它就在那边 好 特别的孩子在那边 那里 好我们去找它 哈啰 哈啰 正欣 正欣你说今天要带我们去抓以后吗 对啊 好 这边就可以抓得到吗 对啊 像是今天是白天 其实晚上是比较好的时间 因为晚上是蚂蚁的昏飞棋 它们会具体在路灯下面 昏飞棋就是蚂蚁的交配棋 通常一个蚂蚁窝只会有一个蚁后 新诞生了蚁后就会飞出去 到别窝的熊蚁交配 只是地上的蚂蚁既小又多 如何找出蚁后并不容易 正欣传授一些抓蚁的诀窍 脱刺之后就会留下一个痕迹 我们叫刺痕 那这个就是我们辨认以后最好的特征 所以你可以这个距离这样一眼看过去就看到刺痕吗 还是你是用气质分析 还是要看就是靠经验吧 因为很多以后就是 对这个就是大只的兵役 抓起来看一下 技术超好 像武林高手那种手 所以通常你就是这样子直接徒手去抓吗 有时候还是会用一些镊子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就是没有带到试管的时候 会跟别人借一下原子笔 去把里面的笔芯抽掉 用原子笔管来装蚂蚁 这样也是可以的 学了一点皮毛后 博恩与庆杰也加入寻找蚁后的行列 三人低头专注地看着地面 他们有机会在白天找到蚁后吗 正欣 这一只是吗 这很大只 看来是 找到了 很幸运的 振兴的蚂蚁王国 又多了一只繁殖力旺盛的蚁后 接下来处理蚁后的第一步骤 就是要把它单独放去 马上就来到了这里 哇 你看 蛤 蚂蚁的草雀 振兴住这种地方 蚂蚁会从哪里冒出来呢 欸 你是认真的吗 是什么 蚂蚁的草雀在那里 不是那个 你看 不是这个 好 走 好 好了 真正的蚂蚁巢在这边 好吧 装回来以后 我们会把它丢到像这样的试管 我如果直接房间这么大窝的 它会没有安全感 所以 这感觉超有安全感 对 那就是那个母婴同房的那种 对 好有爱 我好喜欢这一间 这一间我自己都想住了 超豪华的 其实我刚刚还有看到 他们有在搬一些白白的东西 搬来搬去 那个就可能是幼虫 幼虫它本身是没有脚 是没有把自己移动的 对 对 姐姐帮他 工蚁就会去帮他找到 适合的环境去生长 蚂蚁它们也是就是全心全意 在照顾它们的baby 然后它们的以后 所以其实盯着那个小小的巢 也觉得那里面充满了爱这样 所以它们在育幼 它们在互相合作 振兴的蚂蚁窝 大大小小共有十几个 这是它花了三年的成果 庆杰与博恩也很想帮蚂蚁盖房子 好想要知道怎么帮蚂蚁盖它们 这么漂亮的家 这么漂亮的今天可能没办法 好 普通的就好 那我们这个方法就是 像这边有黏土 我们就捏出它的潮式 它的潮式的形状之后 黏在这个底部 所以就等于我们捏出来 就是房间的形状这样 所以博恩你是要做 所以它房间 这个喷火的东西很爽 我们的房间最好都是2D的 因为如果你都 你都在那里面的话 好 灰的真好 对 最好是2D 替蚂蚁盖房子有一定的程序 先捏黏土 灌石膏 等石膏干了再挖出黏土 两人首度尝试的蚂蚁窝 成果会是如何呢 小心地开挖 把它当恐龙画石一样的珍贵 轻轻巧 还蛮OK的 我很期待这个实验结果 你觉得可以是不是 你觉得它们会喜欢这个家 对 这个看起来 特别是这个耳朵会很有安全感 塞在里面可以 来到振兴家 庆杰与博文 当然不会错过 接近蝙蝠的机会 这些就是我们的蝙蝠 这只毛好特别喔 皮草 这只叫做双毛斧 抓的时候 就让爪子勾在自己的手上 这边 张嘴巴了 这只慢慢开始想飞了 它想飞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把它的翅膀打开 然后就会有点 看到这个准备动作就知道 对 就准备要抓 看你 这只叫做苗栗来的小蝙蝠 一不注意就飞走了 搞得大家人仰马翻 它是会飞回来找你喔 不会 它就是绕这个圈圈 我是计它飞的路线 那有蝙蝠可以到 譬如说跟人的互动是 它会自己飞回来 很少 因为蝙蝠其实 是不适合当宠物养的动物 整个台湾像你这样的蝙蝠 蝙蝠保姆大概有多少 台湾的蝙蝠保姆大概有80人左右 那你有没有想要就是 号召更多人出来当蝙蝠保姆 分担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当然好啊 我第一个 号码牌1号可以吗 那当然振兴让我看到 他的耐心就是真的完全 是在照顾的这个工作 照顾蚂蚁跟照顾蝙蝠 然后我们也好需要这样的人才 所以看到他可以这样投入 然后可以照顾这么多 那第一个那是我很佩服 因为那是我觉得我做不到 哇 这边群山环绕 船叫超大声的 环境很好 诶 证星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到苗栗 因为苗栗这边的蝙蝠 本来就很多 但这边我们陶族苗地区的蝙蝠 志工不是很多 那所以大家捡到蝙蝠 就会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好像昨天说 他本来就是苗栗来的对不对 对啊 这一只他的状况 已经可以野放了 回到家乡的感觉 他要自由了 会不会有点舍不得啊 为了让更多人成为蝙蝠志工 正兴打算在苗栗的新开国小 规划一场蝙蝠保姆营 欢迎亲自党参加 庆杰跟博恩也前来帮忙哦 雨萍你有没有看过蝙蝠 有 你在哪里看到 这 就一直在蝙蝠飞 看来这里的孩子对蝙蝠并不陌生 正兴准备好好分享丰富的蝙蝠知识 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都会觉得很恐怖 对不对 有吗 真的吗 那你们真的是有遇过很神奇的一群人 或许大家都有潜力一样跟我一起当怪人 蝙蝠还有一个 台湾的蝙蝠大部分是吃昆虫的 一天吃掉的虫子可能比你一生打死的还多啊 可说是农夫的好帮手 新开国小的家长大部分是务农的 听完正兴的介绍对蝙蝠好感加倍 那蝙蝠的寿命呢 刚才说它很可以控制它心跳 每一只蝙蝠最常可以活到40年 40年 对啊 静态的分享课程结束后 正兴还带来一个DIY的活动 要帮蝙蝠造一个家哦 最自然的切手就是洞穴 就是慢慢消失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干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人类帮它开发出来的一种住家 他说是保姆 我说不是保姆的儿子 蝙蝠的儿子 为什么 他要做苦工 他要帮他做房子 帮妈妈盖房子 蝙蝠在美国 澳洲 日本等国家 已经推广很多年 主要提供蝙蝠安身的七所 这次振兴希望大家一起制作蝙蝠屋 只是没有想到 首座活动没难到同学与家长 竟把博恩与庆杰整产了 有点不平 我高中就是因为工艺课被当掉 然后被留纪 所以我在旁边帮人家拍照 最后在所有人的齐心协力下 一个个蝙蝠屋无序完成 欢迎蝙蝠来我家 大家也将蝙蝠屋高高挂在学校的梁柱上 期待蝙蝠本尊的入住 我们做好这个屋子以后 蝙蝠什么时候会来 最长大概 如果这边都有蝙蝠的话 那最长可能就半年之后才会入住 那曾经在有蝙蝠的地方 然后又是蝙蝠的热气的时候 那盯上去之后 他们最快的记录是说隔天晚 隔天早上就看到有蝙蝠住进去了 黄昏时刻也该野放蝙蝠了 让蝙蝠回归自然 此时振兴最后一次为食苗栗来的 做飞行前的准备 同学们也抢着看 这个反应其实让我很开心 因为毕竟蝙蝠就是原本在大众的 就是脑中的印象就是吸血鬼这种 那我觉得有小朋友开始就是 开始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件事是让我很开心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让苗栗来的 回苗栗了吗 对 我才跟她相处不到一天 都觉得有点感伤了 好可爱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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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你的天空吧 看起来好快乐 我要哭了 飞上去 小蝙蝠苗栗来的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 回到大自然怀抱 而振兴也将在蚂蚁跟蝙蝠的 宝玉这条路上继续前行 好感伤又感人 就是很祝福她 但是她出去了那一刻 真的我觉得我眼泪要流下来 我自己是觉得蛮棒的啊 因为感觉她一飞出去之后就很快乐 她再也不用担心撞到人 或是被虎虫王抓住 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动物 毕竟就是她的生存状况 已经慢慢变得岌岌可危了 所以而且这个东西又是对人类这么的有益 而且是这么有趣的生物 我就是真的不希望它消失 哦 还剩还蛮多的 这应该盛心只给我给我们一点点吧 好吧 那等一下蚂蚁 我们就为他们喝五美酒 你觉得怎么样 她嘴巴张开起来 这就是黑糖 这是黑糖吗 她嘴巴这样张开 她有猪鼻子 很多点不肉 我该吃呢 快吃呢 一生三十万 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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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